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我刚才上期节目说 时间是个神 这个7月14号 昨天 今天是7月15号 有些朋友对这些东西总是有一种抵触 就是你刀不刀 刀不刀 刀不刀半天 你老说这些 就觉得不科学 有些人就觉得不科学 但是人们也感叹说2020年 这是我们讲的 对吧 万劫不符 再劫难逃 2019 到2020年就是再劫难逃了 万劫不符是2019 2019是有机会 说实话 2019是有机会 2020就在劫难逃 是指着那些恶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我相信朋友这些都不是意义了 都没有什么其他的有这种疑惑 那只不过呢 人们在相信信以不信的问题上 我个人为什么看得重呢 是因为将完全左右人们改变人们在对问题的看法 看问题的基点 那改变看问题的基点 其实不就是刘伯文说的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到眼前吗 我觉得他是讲的是死了 死其实还好了 要是灭绝就完了 灭跟绝俩字放在一起那就完了 人说死为什么好 说还好了 我们讲这么多 天地人这很多朋友讲 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有三才 天地人讲三才 精气神 死只是人死了 天地还在 其实天地还在 就是有天地在就有轮回转世在 这是我个人理解 就这种理解通俗的认识呢 是为了朋友能够在生命上有所理解 在生命上就说有所感悟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用文字上来描绘的 还有朋友提个意见 说涛哥你那个砍凤神里头 其实很多字你念的不太对 不准确的 那个是呢 我个人绝不否认 我确实承认不准确 这个这个语文对于我来讲 成了一种心理伤害 从小到老到大心理伤害 中间曾经我也跟很多朋友 类似的做那种做法 类似了 就是把每一个字都确定 像这种书 《风神演义》那种书 它里头很多字都是很 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很少用的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说句心理话是相当难度 所以我也那么试图做过 后来我发觉 那么做完之后呢 它的故事性差很多 因为我的脑子里只注重 那个字别念错了 当然讲故事两回事 那注了 就是你这边一用精神 你这边一用精神 其实灵性的那边就完蛋了 就没了 光顾念对那个字了 其实就没了悟性 没了灵性 朋友可能觉得是找借口 这个你要觉得我找借口 你就你就那么觉得没事 我都是很坦白的 所以第一我不想做任何完美的人 第二我不想做任何文字的奴隶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第三打小中文就不好 就这样 就说你看这份耍横玩野蛮的了 没有 我们生命的东西是超越于文字的 在里面很多字呢 它描绘的一些都是场景 对吧 描绘了一些场景 打仗的那个氛围 以及或者说谁出场那个样子 对吧 那个都是在文学渲染的成分上相当高 那个东西很少是有文字上的陈述 这是一部分 我个人基本就不在 后来就不再查了 另外一部分 它牵扯到一些 风神演义里牵扯到某些 与修行相关的 与神佛道相关的 特别是讲述了 里面包含着一些原来的 到底什么大道小道 反正原来的一些修炼的东西 那些有些字里头是包含那个意思 后来我个人也干脆不碰了 所以念错就念错了 念错反而没事 有没有说你找借口 真的 修炼中讲究不二法门 非常讲究 甭管大甭管小 说那法门多小 它再小 它是一门 对吧 那个再大也是一门 所以就是你这么讲吧 你犯了犯了这个 犯了这个 那不二法门之罪 就是七师灭族之罪 七师灭族之罪 与阴交阴红 土行孙的罪过类比 所以 避灭无疑 我话跟你这么讲 避灭无疑 就是你 有朋友可能听不懂 就是现在 去了基督教拜 那头又去天主教 明天又去犹太教 咱不说你是什么 跟我没关系 我话跟你说 跟我没关系 如果咱说句通俗的话 你拿神打仗呀 你拿耶稣打仗呀 对不对 你拿圣母开玩笑啊 你拿耶和华逗着玩啊 你怎么那么牛啊 其实就这么点 这东西不用太高 就是一个基本人的道义就行 所以现在人连基本道义都没有 这是原因的 我可不是说借口 这个咱说开了 一定说明不是借口 你说如果在很多字上 我不太愿意查 后来不太愿意查 在我个人判断 不太 只要不影响内后背后的生命含义的 我基本都不查了 而且念错了 可能是念错了 就这样 不想做完美的人 人中不可能完美 人中如果有完美 其他人全死了 全活不了 不会一人一个样的 你说借口也可以 你说什么叫 说你不谦虚也可以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如果我把字全查对了 就不是故事了 所以我题目咱就讲的 涛哥 砍封神 瞎砍 你那么认真干什么呀 对不起 我们讲的是生命 讲的是故事 讲的故事中的生命 根本不是文学作品 不是文学作品 OK 土拨鼠 这个也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蒙古有个 蒙古啊 不是内蒙古 蒙古有一个人 有个孩子 吃了土拨鼠 当地人喜欢吃这个 中毒死了三天 后来他封锁了大概15个人 他是几个人一块死的 几个人一块吃的 不是一块死的 本来想跟大家分享 他得就是废鼠义 他讲是废鼠义 那土拨鼠本身呢 就在比较阴湿的地方 在草原地带比较阴湿的地方 但当地人 蒙古人有这种风俗习惯 可能是 那结果本来想跟大家分享 后来 因为他报道中说 每年蒙古都会出现类似的事情 那我就当成一种惯例 就无所谓了 结果今天有另外一篇报道 这是今天 在中国跟蒙古出现了鼠疫 结果美国在松鼠身上也发现了 这个故事就另外一回事 这个 我住院子里到处都是松鼠 这个故事就不太一样了 他大概解释的是这么解释的 美国近期发现了鼠疫的踪迹 在科罗拉多州 叫做杰弗逊郡 这是一个countryside 就是一个 我们就叫农村吧 当地有松鼠感染了鼠疫 7月11号发布了警报 他没说具体鼠疫是什么 据鼠疫一共有三种 限鼠疫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麻烦 废鼠疫是最麻烦 还有一种叫血液的那种 废鼠疫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黑死病 血液的是另外一种 所以鼠疫分三种 第一种没有事情 就是现在可以OK了 所以他提到说鼠疫是由叫鼠疫感菌引发的 处理不当 人跟动物会交叉感染 透过跳蚤 直接感染 虽然医疗进步 这个鼠疫的死亡率大大下降 但是呢 头疼淋巴肿大 淋巴肿大就是肺数医 黑死病 然后提到猫被感染的几率最高 最严重 最终甚至可以死亡 那这个就比较严重在哪呢 很多北美人把猫养成这个 当成这个宠物养 而猫呢 我都看到过 我自己的后院也看到过 邻居的猫去抓 抓这个 抓鸟 跟抓这个松鼠 他好像抓松鼠有点费劲 松鼠比他跑得快 但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交叉感染 他说狗不太容易 但可能成为无症状的代言者 所以卫生局提醒出现类似状况 要去看医生 然后后面就介绍了黑死病 属于大多出现在美国的西南部 新墨西哥州 亚利桑那州 跟科罗拉多州 那是讲那边的湿热潮的天气 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对吧 它是一个 属于从医学的表现表面上 它是可以这么解释 但是从生命的另外一面 它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了 凡是这种大瘟疫大属疫 都是有来头了 对吧 就像我们说 你现在看到的是中共病毒一样 所有人承认 专家也承认 这是与SARS类似 但SARS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那人们据说是有疫苗或者没疫苗 但是今天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 表现的是另外一个形式 也就说在整个过程中 人永远处于被动的场面 当人处于被动的时候 也就说鼠疫的本身不是人控制了 人只能以逃跑者被动挨打的角度 去面对它 当然从瘟疫的角度来讲 昨天讲述了说 可能有新的疫苗出现 我自己的看法还是那样 疫苗一定是在人主上有差距 如果你愿意告它是种族歧视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能够承认这种现实的状况 其实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跟大家分享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